今天慶祝中央大學伯末技術中心十多年慶祝會 同時也是慶祝世界共學院 International Year Life 2015 紀念活動 最主要意義是說 回顧十年走過來 我們對共學伯末開發一些成果 事實上是給政府、國科會、教育部幫助很大 事實之外 產業界給我們幫助更大 還有NG機構、公園院、中科院、公園院都給我們很多資源 所以我們這個伯末中心慢慢成長成一個大家可以在這裡把這個當作演化的平台 產業界所需要的一些研究可以拿到這邊來 他們不必再硬化設施一些設備 我們用自己的設備就可以幫他們做研發 這樣結果實現下來 我們已經發現說 確實這個對產業界有大幫助 特別現在是國際競爭的時代 那台灣更需要團結 大家互相聯絡訊息 那我們在這裡所做的工作 就是在科學理論上做一個很雜實的技術 告訴他們說 方向哪個方向才是對的 怎麼下手才是對的 不必盲目像以前嘗試錯誤這樣 太浪費時間 變成只能做代工的工作 如果說我們科學有雜坑下去的話 那這裡大概是研究工法的平台 那我們可以開發新的技術 產生自己的品牌 那麼這樣在國際上才有競爭意義 那麼這一路走來 時間過來 事實上我們雖然有這個很大的挑戰 可是因為我們有業界支持 有學研究機構支持 有政府支持 我們一一的克服 同時我們自己也開發 像國際各個國際會議裡面 我們也跟他們交流 事實上我們也開發 引先他們在光學監控方面 甚至新的技術裡面 我們也有很多突破 發表在國際上一如的雜誌裡面 那麼這個東西呢 也是讓我們的台灣跟世界接軌 而且事實上跟他們變成一個朋友 所以今年呢 我們做伯母 可是我們做的最主要還是光學伯母 所以今年聯合國宣告 2016年是國際光學年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要親自的東西 就把我們這種光學年 十年做伯母技術中心 十年做慶祝的會呢 變成是他們國際光學年活動之一 那國際光學年呢 是大家共認 就像2000年 先2000年的時候 物理年有一個年會 對 台灣也有參加 在101到了打一個E等於 E等於MC Square 那我們今年希望 也打一個E等於Hμ 代表光電子 那我們光學光電子是 台灣現在極力要發展的 那我們也知道 台灣在很多地方呢 還需要砸根 做基礎砸根的工作 那我們才能夠 更深的發展上去 不管是光學 光電學而已 其他產業也是一樣 需要有科學去砸根 那我們這個伯母技術中 剛好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那我們建立這個平台十年的經驗呢 告訴我們這個平台 過去有很成功的案件 讓業界 非常快速的 開發給新的產品 在國際上呢 產能很大的這個競爭力 那麼他們 公學也因此 脫胎放股 不再是一個代工工作 而是可以慢慢吃穿品牌 那希望 藉由這次的十多年的紀念呢 那讓大家了解說 中文大學 公學博木技術中心呢 確實有可以提供一個平台 給大家來互相交流 我們不但是 個別的交流 我們還把他們聯盟起來 所以我們成立一個博木技術聯盟 所謂一個博木技術 各位可以參加這個博木技術聯盟的活動 那麼 只要我們的網頁都有這個聯盟 如何參加 那這樣的話 過來 以後 台灣的全體力量就可以互相集中 那希望 我們這個 中心雖然微小 可是我們現在如果連接起來力量就變大 歡迎大家能夠參加 感謝各位過去的支持 也希望各位以後呢 跟我們多多指教 讓我們更團結在一起 把台灣的科技紮根 把台灣的產業界升級 把台灣的產業界推向全世界 我們來自傳品牌 謝謝大家